市長想先問這個兒女事件 大家都很關心 關於這個重大兒女會的部分 是不是說只要說這個地方 其實自己有權責 並不一定說一定要侵蝕中共 這裡面有一點點誤會 第一個它要做的是通報中央 有這樣一件事情 但是重大兒女的這個檢討會議的話 是地方本來就可以召開的 不論是中央所訂的實施計劃 或者是台北市的他們本身 所訂的實施計劃 都沒有說一定要僵蝕中央 本來它就可以召開 今天院會的時候 院長就首先對這一件的發聲 代表整體的政府 包括中央跟地方 像這個家屬 還有這個全國人民 道歉 事後的一些究責 可能也是免不了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檢調已經介入在做調查了 所以這個個人的責任的話 就由檢調去釐清 但是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 都必須要深刻的檢討 在法規制度 還有執行上面 有什麼樣的缺失 都必須要做檢討 我剛剛有提到過 其實責任大家可能都跑不掉 但是各自要去承擔的責任 內容是不太一樣的 今天在院會裡面 我也跟院長還有大家報告 衛福部不會撇掉責任 這些我們都會自己深刻的來做檢討 未來的部分的話 在制度上面如果需要去做改變的 包括說要立法去做修正的 剛好現在我也是我們 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 正在修的過程當中 從這一次的事件裡面 我們擷取經驗去做修正 那第二個就是在執行面的部分 本來這些法律只顯示在地方的層級 但是中央跟地方之間的溝通 還有解釋並不是很順暢 那這部分的話 中央就有責任把這個見解是統一的 所以這是衛福部這邊所必須要負起的責任 我不明白說為什麼認為不恰當 我的意思就是說 孩子都已經死了 當然是重大的案件 重大案件 就不需要再去分什麼家內家外的兒女事件 重大兒女事件的話 本來就是可以馬上來開這個檢討會議的 今天的院會裡面 蔣市長也有提到過 對於這個保母是否是需要有一些精進的一個措施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回應了 一般的保母來講的話 大部分都屬於半日拖的情況 家長把小孩子帶過去給保母照顧 下午後晚上把他接回去 所以如果小孩子有什麼狀況的話 家長是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對於這種全日拖的 就必須要更強的介入的一個手段 也就是說這種全日拖的保母 他的資格、條件、待遇 還有他應該接受訓練這些的話 都必須要升級 蔣市長應該也會同意我們 往後一起來做這個事情 中央地方能夠配合